大家好,又来到我们DMC Fun Kitchen的时间啦 今天要分享一道九楼式的四肢蒸排骨 首先我们用苏打粉5克和泡打粉5克 这个是用来腌制肉让排骨能快速松软 然后加少许的水混合均匀 把刚才已经清洗干净的排骨倒下去 搅拌均匀,大概腌制30分钟 先把肉腌制松软备用 豆豉20克清洗干净 蒜末切碎2茶匙 和刚才的豆豉 滚油少许倒入下去炸一下蒜末和豆豉 瞬间这些味道十分香 有多余的油可以倒回出来 现在我们来调味 糖一茶匙蘑菇粉一茶匙生粉一汤匙鸡精少许生抽汤匙 绍兴酒可有可无 个人喜欢增加香味 最后一些老抽调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放着备用 30分钟了 我们要清洗干净刚才腌制的苏打粉类的 要一直过水大概15分钟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排骨的肉是比较饱满和有弹性的 等一干水过后 就可以加入我们刚才已经调好了的酱料理 有时间的话就抓均匀让它更入味 最少要腌制三小时 要好吃的话就腌一天 放冰箱备用 喜欢的话可以放一些红辣椒或者是辣椒仔 红辣椒只是装饰而已 可辣可不辣 也是可以放姜丝 大火蒸10到12分钟 哇好香哦 我们的点心是只蒸排骨就弄好了 最后来一个总结 蒸的时间不用太长 10至12分钟就好 怕不熟的话才加两分钟 太久的话肉会太干口感不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记得subscribe打开小铃铛哦 谢谢收看 下一个粉丝 好香哦 下次见